汇流新闻网记者陈军凯台北报道,解决上班族没有时间排队买口罩,口罩实名至2.0拍板将裁网络订购模式,其中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APP,是方向之一,还没有下载APP。 不知道怎么注册吗? 快跟注Qnews会流新闻网学会如何下载集注册,准备好健保卡,绑定手机,就可以等待政府开通网购口罩新功能了。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,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,口罩实名至2.0将裁网络订购方式,而取货地点除了超商之外,也会考虑其他通路。 此外,以健保卡,自然人凭证购买都在规划中。 指挥中心也说,民众未来网购口罩的物流费规划由民众自行负担,但不会比口罩贵。 换言之,依目前成人口罩限购三片,运费将不会超过15元。 健保署长李博章金,10日指出,相关口罩网购的建设作业正如火如荼, 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APP,是方向之一,但细节仍有待政务委员堂凤及税务机关等磋商, 因为相关登录及后台建制都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。 如何用手机购买口罩? 第一步的使用手机或平板在Google Play及Apple Store搜寻健保快一通,健康存折下载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,健康存折APP,完成安装后开启程式。 初次使用APP,请点选健康存折,行动柜台或首页下方装置认证, 以手机快速认证,操作步骤请点入,或装置码认证, 需使用电脑及读卡机,使用健保。